趙先生 其實詩先生的建議都是你們比較對聽的 就是將部分好地撥去做公屋和資助房屋的方面 其實這裏都沒有著墨到 但今年都 詩先生說的就很同意 因為現在看到那個私人樓供應 就是每年平均都二萬零八百間 其實是比長拆目標裡面更多的 多了二千多間 但是反而看那個公營房屋 即公屋那些屋都好 大概每年都是二萬間 跟那個目標都是二萬八千間 相差成八千 一來一回是相差成一萬的單位 然後如果政府是勇敢一些 決定可以犧牲一下 不要賣那麼多私人土地的收益 將一些地可能撥去公營房屋 會不會是一些資助房屋 現在特首又說要重建那個自業階梯 多一些在這方面 我覺得應該都可以有條件做 因為未來這五年 基本上那個私人土地的供應量 不是那麼緊張的話 但反而公營房屋是很緊張的話 這個調配我覺得應該是可以做得到的 其實好像剛才詩先生所說的 就是今年的財政盈餘 是這麼多歷史新高的時候 但是在剛才 趙先生你也提到 就是那個置業階梯 特首之前提出的 首治那方面 都沒有一些著墨 包括連之前有一些坊間 有些提議 就是說首治可不可以豁免引花稅 600萬以下的物業可不可以豁免引花稅 都沒有著墨 會不會在這方面實在是比較保守一些 或者會不會好像師長之前所說的 他不想推人去接火棒 其實你們是 師生和趙先生對這方面如何看法 其實我覺得都可以去做的 現在所謂的首次事業的人士 那個所謂的事業的成本報告 比如首期方面 因為引花稅其實可能都要過100萬 因為單位都很貴 師生可能清楚一點 現在市區單位四五百萬 都很坦 其實這方面 對於一些首次家庭上賣樓的機會真的不大 選擇力都不多 現在看到資助房屋單位的數量都不算很多 其實這個情況我可以考慮一下放寬這個限制 但我就不太贊成 只在引花稅那裡放 引花稅那裡放 幫他好笑而已 首次又不會說要你交那些雙倍印花稅 也都不會要你交買家印花稅 所以本身印花稅不是主要問題 如果你說現在真是去坊間私人市場 買私人樓宇 接火棒的機會是存在的 我不是叫他買這些首次 我剛才說是在批地條文裡面作一些限制 這些地將來建出來的樓 只能夠賣給首次人士 不可以賣給人拿來收租 也都不賣給人投資 或者甚至二次之業都不優先考慮 如果那些地契條文有這樣的限制 地價自然會掉下來 直接在土地的地契的政策上做一個傾斜 是的 那他已經是買到一個便宜樓來的 那怎會接火棒呢 我相信如果有這些限制 地價差不多跌了五成以上 所以我會找到一個快樂的著返